原标题 范城城点赞范冰冰微博张博之一次生子后出院 昨天范城城点赞姐姐范冰冰相关微博 这条微博中写道 以前你总是站在流言飞语中保护我 可是你也是个女孩子 那么现在与未来就让我带着你的期望 站在你的面前 认真的和你说 姐姐别怕 未来换我保护你 11月30日 蔡卓妍微博晒出羽娇和赵佩文 话说今日被新电影视造型 突然漆黑一片以为停电 原来有人特地过来跟我庆祝生日 Thank you Miss Sweetheart 炫芽与男友活动 后晒其密照 照片中的炫芽甜笑无嘴 尽显小女生娇羞可爱 穿着粉色外套的她看起来活泼清纯 今天欧阳娜娜的Vlog收官了 她说18岁的我还是会继续否定自己 感觉那笔完全全是初 那每个女孩想妈的样子 看完她的Vlog真的好多人都被圈粉了 据港媒报道 张博之被爆于本月25日生下第三胎 张博之妈妈29日也曾现身医院 死后张博之的遇所已未见其总影 昨晚医院现场消息指张博之已秘密出院 经纪人一直未有回应 好友张文辞对此表示 不好意思不太清楚 不方便回应 橘子君独家福利 关注橘子娱乐微信公众号 发送张博之 查看明星独家新闻 还有可能获得明星独家照片套装 快关注起来吧 在这期的明星大侦探里 林更新和张若云实力COS邻居家两条沙狗 天道好轮回 林偶拍这张照片的时候 有没有想过 会有自己亲自COS的这一天啊 哈哈哈哈哈哈 昨天郭富城亮向台北出席某活动 欣染的发色非常亮眼了 是真的亮到了橘子君的眼啊 对于郭天王的这个造型吗 你们打几分 据报道 11月30日 高云祥和王晶的涉性侵案听证会 在悉尼中央地方法院进行 法官通过中文传译告知 检方取消了高云祥严重性侵 和伙同严重性侵两项最严重指控 由非法囚禁 猥亵等心机向替代 最初的两项控罪被撤脚 但其他11项罪名保留 高云祥下次仍将视讯出庭 其保释申请已被拒 来自俄罗斯车臣共合伙 第五最男孩库拉耶夫 因健身在当地小有名气 被称为车臣史瓦辛格 他曾在2小时25分钟内 连续做了4105个俯卧撑 但由于现场没有官方审计员 所以他申请吉尼斯世界记录失败 11月28日他在公正下 在150分钟内 做了3202个俯卧撑 成功打破吉尼斯世界记录 不愧是战斗民族的娃 厉害厉害 同样都是小孩子 这位可与上一位打破世界记录的小男孩不同 据报道南京12岁女孩趁爸爸睡觉将机手机拿走 向某直播平台充值9999元 其实现在为成年人瞒着父母向主播提估巨打赏的现象时有出现 不少直播平台也都表示进行了整改 不过这个问题能好解决 还应该是看这个家庭的环境和父母的教育 近日陕西宝西中心医院医患者家属在被医生拒绝多次后 还是给他硬塞了一个厚厚的红包 赶着去手术的医生委托护士长 直接将红包冲入了患者的住院队 最终将单据也交还给家属 据了解这名患者的手术也很成功 每日一猜今天的话题是 这个周末你们打算怎么过呀 谢谢大家